通过这个事情我才知道 中国的技术在AI跟芯片上有多落后 是因为我们基本上是两次 被美国间接制裁了KTV 你的KTV还被美国制裁了 我搞科技啊 我就跟你讲讲 他怎么制裁呀 他不是点名制裁我 因为制裁我就不能进货嘛 我在这唱歌 我嘴闭上了 那边那个传过去的信号呢 那话筒还刚举起来 你这都已经放下去了 在我这个地方是不允许的 同步的 我对着自己看 那我这手放下去 一个实施性 那市面上没这样的产品 我就自己研发 我们最后用的是华为的芯片 终于研发出来了 华为没了 那个芯片呢 刚开始是几百块钱吧 变成三千五千买不到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没办法 我们在全中国找这样的芯片 我才知道中国的这技术 华为 多落后 华为有多先进 多先进 其他的跟给华为提鞋子的资格都没有 抖音 再一个 我 我 希望你 那我